大家好,我是Ajus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女子世界盃已進行到16強階段,而星期一會繼續展開16強的爭奪 其中在傍晚時分就有澳洲女足和丹麥女足欠一個半準決賽的席位 澳洲禁界賽事進攻表現有所保證,而且穩步上升 加上去年面對丹麥女足,澳洲女足都能以3比1笑到最後 所以說看好今仗他們能夠贏波晉級 雖然兩隊分組賽都能夠交出兩勝一負的戰績 但澳洲女足就是實打實的B組投名 而丹麥女足就只能以小組次席的身份出線 在某程度上來說,澳洲當然是更勝一籌 但要留意連同今屆賽事開賽前的熱身賽在內 澳洲女足仍然是兩隊表現當中更好的一隊 始終他們過去五場各項賽事都能夠交出四勝一負這個不錯的戰績 其中四場勝仗都是以凌鋒姿態獲勝 有海里拉素、馬麗科娜 以及卡迪尼這些歐洲四大聯賽女子隊效力的球員在這裡 所以說他們的成績和實力是有保證 同時,以上提及的三人 今屆賽事都有不錯發揮 在球隊攻防上發揮核心力量 而考慮到上屆賽事澳洲女足正輸在16強當中 今屆捲土從來球隊自在收服失地 而在最新一期FIVA交出的排名來看 丹麥女足在歐洲範圍以內排第八 至於國際排名就排在第十三位 反觀澳洲女足就是亞洲一隻 同時,國際排名已經殺入前十 綜合實力方面,丹麥女足無二是略順澳洲女足一籌 同時,丹麥女足國際大賽經驗較為缺乏 上次參加奧運會已是1996年 該屆球隊亦止步分組賽 至於類似世界杯方面 球隊亦無緣在過去三屆的決賽週之中 而且近兩次決賽週之旅 包括07年及99年 他們都無法進入淘汰賽 換言之,今屆賽事 他們如果能在分組賽中殺出重圍 對自己來說已經算是一個突破 考慮到去年10月的一次友誼賽當中 球隊曾經1比3不敵澳洲女足 所以說今唱丹麥女足真是兇多吉少 下載M直播APP 隨時隨地有歌看